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二月发文后 隔了四个月 日前终于又是出销战宇女主角任敏为庆贺端午佳节的新海报 没想到此则贴文也冲上热搜 连发文用字潜词都成网友热议话题 认为剧组用字考究 用词归例 用词妥贴 想必玉谷瑶质感必然精致 杨子的古装新系陈香如蟹来头也不小 与近年也很热门的小鲜肉诚意搭档 这部剧从去年三月开拍迄今也是高潮迭起 传闻杨子积极转型却回头接这部古偶剧 是因为经纪公司一味捧同门的诚意逼他眼 进而闹出双方疑似开思的传闻 近日剧组释出12分钟片花也引起争议 因为内容不仅浓缩该剧精华精华 让粉丝傻眼故事都讲完了还看什么 但此剧无疑绝对是粉丝高度期盼的仙侠剧 自去年一十月杀青后 虽开播时间都未定 却能常上热搜就可亏的一二 如今有消息传出《沉香如谢》 传出即将定荡在6月24日 接荡聂远 秦岚主演的传家 而根据玉谷瑶最新资料显示 豆瓣页面已著名将在7月开播 目前刘亦菲 陈晓主演的热播夯剧《梦华录》 将在7月7日收官 外界预测玉谷瑶很有可能就是接荡梦华录 若此消息未真 暑假就会上演肖战 杨紫鱼生夫妇同档期对打低局面 有些网友认为两部都是强档古装大剧 若同档期播出将分散观众焦点 担心两人用心拍摄的新戏收视将受到影响 但更多粉丝非常兴奋 认为同时开播才不会闹剧荒 已准备好开追二部 看好两人新戏都会成爆款剧作 零儿 五月最火的两个榜单被肖战拿下 人气再次得到认证 近日随着六月的到来 五月最受欢迎电视剧和最受欢迎歌曲 Top20榜单也出炉了 在这两个重量级榜单中 肖战可以说再次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不仅将他的人气和热度体现得淋漓尽致 也再次体现了观众对他作品的超高期待 众所周知 肖战的新剧《玉古瑶》将于暑期上映 所以近期的热度也是处于高潮状态 这从《玉古瑶》预告片突破 武艺播放量就充分体现 霍荣登五月最受欢迎电视剧 Top20冠军 此外 除了《玉古瑶》之外 肖战在五月热播剧榜单中的其他影视剧 也展现了超高的人气 包括斗罗大陆 王牌力量请多多指教我的余生狼殿下陈情敌 军卫列榜单前六 肖战的影视作品早已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 当然 在演员肖战大放异彩的同时 歌手肖战也不甘落后 五月最受欢迎歌曲Top20榜单 肖战演唱的优秀歌曲《光点成功登顶》 最五月流行歌曲榜冠军 连续两届重量级上榜冠军 真的让人不禁感叹 肖战这个优秀的偶像是多么让人爱不释手 要知道能上榜很难 何况作品包揽前六 以及收获双榜冠军 作为公认的优秀青年偶像 肖战至今能不断收获耀眼的成绩 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 因为肖战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全身心地做到最好 歌曲也是一样的 在言行上 肖战也给人们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 所以肖战取得这样的成绩 也是他的优秀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体现 相信在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下 有了肖战更多的作品和歌曲上线 他的事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带给观众更多优秀的作品 也必将绽放出更多灿烂的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